2022世界杯足球赛即将进入尾声 台湾时间18号晚上要进行最后一场赛事 由上一届的冠军法国队上阿根廷 尽管周末寒流暴到下探10度 但还是有不少民众不为天冷排队 在运动采圈行投注支持球队来释手气 受寒流影响,周六全台降温有感 不过运动采圈行还是有不少民众冒着低温来排队 2022世界杯足球赛从11月20日开打 因为亚洲国家队伍的晋级表现 吸引不少民众趋之若鹜前往下注 希望能以小博大拼财运 而17、18日两天来到了鸡军赛和冠军赛 不少民众把握封世主的最后热潮 平常是都有在看棒球篮球 这次世主也是因为小朋友 我家小孩子有对这个有比较热衷一点 我就跟着他们一起看 我觉得诶,世主足球赛真的还不错 然后里面的像一些代表人物啊 梅西啊,西螺啊 还有利马尔 我觉得他们的足球的那种比赛的那种精神 很值得我们去跟他说 因为他们这个精神很好 而且他们团队的那种凝聚力也很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推崇这样子 所以我就对特别对今年的世主 就加以给他看了一下这样 也真的很不错 我就跟着疯了 业者表示,季军赛不少民众下注克罗埃西亚 17日的赛事结果出炉 最后确定由克罗埃西亚2比1赢球获得季军 而冠军赛将在台湾时间18日晚上11点进行 多数民众看好球星梅西带领的阿根廷能获胜 当然是阿根廷了 梅西最后一届 必须挺一下 就挺我们老顽童 哈哈哈 像冠军赛的话 他现在是大部分的民众是买阿根廷比较多 因为阿根廷的球 因为这一届是梅西最后一届 对大部分的人都很力挺他 像金球奖跟金缺奖 现在是梅西最领先 也最多人买 但现在姆八配 就是法国的姆八配 他也是很厉害的 对 就是也有很多人在看他会不会追过梅西 最后业者有呼吁民众 未来可以关注更多各项体育赛事 购买彩券亮丽而为 开心享受支持台湾体育运动 记者长邦彦联系报导